精選鮮紅麻椒 再加入倒得細碎的辣椒 三味四義的老乾媽調味醬 呈把海內外辣椒醬市場 但現在卻傳出配方 被離職的研發人員外洩 造成老乾媽品牌 損失約台幣五千萬元 老乾媽調味料自從創立以來 在市場上大受歡迎 也傳出不少山寨案例 品牌創辦人桃花碧 面對打假問題一向態度強硬 但千房萬房 家賊男房 独門秘方還是不幸外流 從必須天天親自切辣椒 切到流眼淚 到現在成一線 全自動化銷售世界 一路走來老乾媽桃花碧 自己也覺得相當不容易 號稱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市場 老乾媽辣椒醬二零一六年 年度銷售額突破人民幣四十五億元 二十年間產值超過六百倍 也成為大陸白手起家的一段 創業佳化 記者綜合報導